大家好 今天是9月12日 星期四 不如直接回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提到市場 大家問的問題 基本上都包括市況在內 941中移動 後市如何看法 其實中移動是最不需要看的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買來放就OK了 70元的位置 其實你當是分駐買的話 第一駐都可以考慮 當然,今天的市況 中移動的股價走路是一般 可能還是比較低 相比之下,科技股的行情已經是好的 你見的ATM也有些好的表現 不過這也不難理解 因為隔晚的時間 還沒猜過哪裏 科技股都可以說很厲害 也帶動香港這邊的科技股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只不過 能否保持到呢? 這個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為今天的港股 雖然打了上去 但是你見到高位也是有些壓力的 而且市場 收市率而計的話 都是不過250天線 再加上成交量 也看得到不算很旺 只有幾百多億 昨天也過了千億 因為資金也好像買這個 動力也好像差了一點 所以就變成市況 其實現在 都是沒有一個方向 另一個關鍵就是A股 A股的表現 還是沒有什麼氣息 今天還是要跌 所以 當你連同A股來看 連同成交量來看 再加上市場上面 真的沒有太多好消息的情況之下 表現真的 不敢看得太樂觀 在這條染靈天線 也是在拉鞠下的情況 有朋友想問一隻 江南布依 這隻就 我要先研究一下 的確 比這個517還要高 但是如果選擇收息股的話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要選擇一些 派息穩定的股份 我看過南布依 他過去的5年的時間 其實都穩定的 角色穩定的 股價也算是不覺不失 不過要研究一下 因為他那一份 一些和紡織業相關 我猜到應該是 比較上游的一批 所以我也要再看看 究竟他那一份 可以不可以 但也感謝你的意見 因為現在要找一些 好的股份 不是那麼容易的 江南布依 可能是一種好股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再做一些 再做多些功課 才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研究一下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市場 今天就真的 都沒有太多話題 因為今天 其實你看到很多股份 雖然是一升 但是很多股份 其實都是直接打上來 只是大一點 還有 你見到830 雖然今天也有些反彈 但是打不起來 最後一升到1% 今天要隨正 也是印得不太多 市況也是一般 剛剛提升到A股的因素 看看明天的時間 看看還會怎樣走 不過既然大家沒有問題 就直接講一下美股 因為港股這邊 也都沒有程度上 你說有些什麼可以選擇 可以買 都真的沒有太多 還有可以講一下517 517 今天就下了一些 不少的 不過看盤 其實你會看到 那些盤都很明顯 那個量都小了很多 還有今年的成交量 都縮了 他就落落去去 都是那些 那些行業買賣的了 那些日子都安安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 而且 暫時來說 它的價格 暫時來說 3.9毫半 仍然有UBS的大盤頂住 但是我預計 它也未必頂得很久 因為 以前的時間 都微微試過 那些2.5球貨 頂住 最後都被人打散了 但是沒什麼 它的股價本身 在除完症之後 都沒有太多消息面 所以價格會比較 可能比較低 但是 沒有啦 給點耐性 那大家 看到它的價格 突然打上去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 減一減磅 但是現在 就 不變形文變 拿著它 這樣的情況 那 直接 直接下去 這個 尾股吧 隔晚 NVIDIA 加一隻 TSM 很厲害 NVIDIA 就升了8% 對不對 那 現在 5點多的時間 那 它還在 前 之前 還有一升 差不多 0.7% 看看今晚 能不能再 保持著 升勢 但是 為什麼 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呢 最主要是黃仁芬 昨天 在昨晚 即是昨晚 即是美國的時間 他應該出席一些 可以高盛 可以搞一個 類似投資者的 conference 或者不知道 他又說回 一些情況 因為 那是一個訪問 有對答的 不是問題 他應該要答問題 所以 他也表達了很多對 Bitwell 現在最新的出貨量的情況 表現如何 我覺得是很樂觀的 所以 NVIDIA股價 昨天的時間 就白了上去 也有一點 一股全家 即是 它一彈上去的時間 所有股份 基本上 也有一個比較上好的表現 還有 昨天的時間 大家有留意 美股的話 有留意 NVIDIA的話 你看到它夠硬正 即是 昨天基本上 也不會跌的 所以 沒有啦 我也是那句 我會拿著它 但是 加住就 不一定會加住 始終我會覺得 只要拿一個量 我覺得是OK的話 就可以了 總之 有時候買股票 也不會太貪心 貪心是不好 但是 有時候 太有貪心的話 即是 好像買太多貨的話 這類的股份 那麼錯 是有些壓力的 當然 如現在 雖然不是太多貨 輕鬆自在 可能更加好 更加可以看遠的景況 那 對 說真的 今天真的 沒有太多事情 跟大家分享 因為市場 真的很暖 我跟我說兩件事 美股那邊 其實 經過昨天的大彈之後 現在的S&P 欠歷史高位 大概是2% 那 DOW 不夠2% 那 這個 納指 納指 那 它就是差不多 和前 歷史高位 比較的話 大概是6% 它比較多些 因為這個 科子比較 但是 6.0% 而已 所以 其實你說 美股是否很差 那些人說 好像說很差 其實 也不是很差 至少 人家跟歷史高位 比較的話 差點都是1-2% 那 跟香港比的話 不可以比 所以 你說它 爆了 也有一段時間 但還是沒有什麼 這樣 我對於美國的看法 還是正面樂觀的 那大家有課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 繼續拿著課 不需要這麼深刻 姑婆 好了 大家 那段影片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講到這裡 因為真的 沒有什麼可以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時間 那我只可以說 就是 大家有彈藥的 暫時不妨 留下來 等機會的時候 先出擊 那我也是 現在也是 之前估了138 估了一下 883 現在有彈藥的時候 我也會談 明天就暫時 先補一半 那些資金 暫時不入市 可能等機會 等一些股份 可能有些 調整的時候 即是心疑的股份 調整之後 才部署 那 和大家說一隻 這隻 9992 那這隻 我是 之前的時間 我都說它可以 但是股價 今天還破了頂 看看有沒有機會 股價 回一點的時候 我可以再部署 這樣 好了 大家 說到這裏 因為今天好像剛剛提到 我本來要說 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 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